还是新闻看世界外电焦点带您来看到一架南美航空的客机 26号从智利圣地雅哥飞往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途中遭遇了恶劣的天后 从乘客拍摄的影片可以看到窗外是雷电交加 机身剧烈摇晃严重受损 还好飞机顺利的迫降全员平安 暴雨打在机身上爆发撞击巨响 从昏暗的机舱往外看 窗外雷电交加忽明忽暗 宛如恐怖片场景 风雨中机身摇摇欲坠 乘客吓到惊声尖叫 一架南美航空空中巴士A320客机 26号从智利圣地雅哥起飞 飞往邻国巴拉圭首都亚松森 飞行过程中遭遇恶劣天后 飞机严重受损 眼看机身受损 不停剧烈摇晃 只好紧急迫降 幸好飞机撑到最后一刻 安全降落全员平安 经历空中惊魂 事后南美航空也发表声明 智利民航局已经下令彻查 要离清事故原因 无连这边